泰国每年一度的泼水节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去游玩 而今年刚刚过去的泼水节庆祝活动 就为泰国旅游业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 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泰达晚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泼水节期间 泰国旅游业总收入高达1400亿泰铢 同比去年飙升至37.54% 据数据显示 在泼水节期间 泰国一共接待了约192万人次的海外游客 为当地留业贡献了高达902亿泰铢的收入 从游客来源地区分布看 中国游客以39.5万人次居首位 马来西亚以29.8万人次紧随其后 印度则以11.4万人次排名第三 除了海外游客 泰国本土民众在国内旅游方面同样贡献了501亿泰铢的收入 使得旅游业总收入达到了惊人的1400亿泰铢 其中 酒店周术、餐饮、纪念品销售是收入的主要来源 为了提升泼水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泰国政府也不遗余力 一方面泰国政府投入了一亿三千万泰铢的预算 展示了富有泰国特色的文化旅行等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 另一方面 泰国政府今年还特意将原有的三天假期延长至连续五天 同时在4月1日至21日这段时间内 全国各地还分批分期轮流举行庆祝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提高节日的国际知名度和游客吸引力 泰国政府还邀请了包括中国影星范冰冰在内的多国明星 担任今年泼水节的送甘女神代言人 不过今年的泼水节交通安全状况却令人颇为担忧 在泼水节期间 泰国全国公发生了20044起交通事故 造成了287人遇难 2060人受伤 量产这一惨状的主因是诸如超速驾驶 酒后驾车和违规超车等一系列高风险驾驶行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